對學生粗暴,對外港力縱容,城館兇兇 他們扯行馬,大鬧城大勒出口,踩到袋袋凍凍,骯髒了 結果,武士波還有保安護送離開 梁振英麥歸宿 他們差得遠,想說叫特首關注碼頭工人,但連影都沒見到,就被人 他還會在6月中的校董會,要求討論一下,連教職研學會 就氣得送這兩個字給學校 草耳謹訊,譴責校方 前日同場嘉應這位保安大佬,疑似插水,傷到要送院留意的陰工 警方說,他報稱是職員,又說被人推跌,警方快要做襲擊,由重案組調查 城大昨天的解話,說當用的保安,全權由城大負責 因為學生事前沒有通知,造成阻塞和混亂,所以才做事 人們又不禁要問,作為大學,為何記者連採訪自由都沒有,被困演講廳呢?真是廢解了 要河蟹校園,封殺學生,怎麼夠的? 所以城大就虛信,在這裡教的鄭教授 或者真普聯,星期日的論壇,兩派爆粗對馬,搞得學校很亂 叫鄭教授,又不是在這裡搞論壇 鄭教授就說,跟學校在聊天,至於人民力量就說 城大只針對人力和泛民團體,外港力就沒事,並不公平 為免大家不記得外港力有多厲害,請多一次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